你知道什么是绘本吗 绘本是一种画出来的书 因为这类型的书通常会有很多的图画 所以它经常会被人误以为是儿童故事书 虽然它看起来很像小孩子的书 但它无论是图画或文字 它其实都保留了非常多的想象空间给读者 根据调查显示 绘本和漫画占少了图书零售市场的23% 也就是说仅次于文学类它排在了第二的位置上 但在大学的科系里面 绘本却没有自己的科系或研究所 绘本只能被归纳在幼教系或儿童文学研究所里面 那你可能会在想 这种书它跟漫画有什么区别 本期《老街坊》就采访到了艺术与设计工作者陈玉康 他最近推出了《Hand Make Your》这本绘本 我们让他来说说什么是绘本吧 绘本主要就是说靠两个形式来传探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视觉 视觉的演出 一个就是我们的语言的演出 那么绘本是不是针对小孩 不是 慧本呢 它针对的是任何人 当然有一些是叫做不二分慧本 就是专注的人 《Hand Make Your》这本书里面最有趣的部分在哪里呢 是一只老母鸡 老人嘛都喜欢坐在那个摇椅上面 摇摇摇哦 可能做一些天资的 那么母鸡必是人在圣诞 而我们知道母鸡的那个斑 农场的哦 它不能处移成小鸡 会不会是它人生的遗憾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城市的思考 像在动物的角度可以死 所以你看这只老母鸡它的遗憾是 它一直在生案 但是没有一只成小鸡 所以它在篇置这个荣线的时候 它就把两只小鸡这样 用树枝这样做来讲 这些是一个想法的颜色 陈玉康本身去看绘本里面的故事 会有怎样的感受 所以我看完这个 哎其实我通话一下 也想到会不会是 那时候我们也在lock down 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那么是不是孙樱也是有类似的 孙樱比较感触的是对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69岁的人 已经属于是 步入老年的阶段而已 那艺术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宝贵的价值观 我上次 随你以前 我会很排荒 很排荒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样多东西 所以会相信你从事事业设计 你从事经管设计 从事绘画 好像还没有做得很耗泪了 你让我都在办公室 我讲怎么办呢 专注专注专注 专注就是社会给我们的那种 比较这样 哎你要专注 你才能成功 那就是成功学嘛 很多人相信爱到他也专注 那他专注的时候 他可能失去了家庭 他失去了健康 失去了财富 保护 因为他要在那一位 特本印象里面 他就是要这样做 我们跟他讲 艺术家嘛 就要很骁杀的 访妙一切 他也不要有家庭的负数 哎 哎 我们就会想 他到没有学完家庭的理事家吗 那是不太逻辑的 啊 可是我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我在我的事业上 可以看到 我自己从事 四五样洪水 好像都在半洪水 这不是应该drop掉 啊 因为那时候 已经看到一些专注的 哦 是单做化化的 哦 已经在国会长大了 国家也给了他 任务收长大的作品 我们还没有 啊 多少心里会有些不舒服 啊 就是 但是 但是现在四十多岁看起来 幸运好 我没有专注啊 啊 因为这个才是真实啊 所以现在都做的 每一样 我开始得到这种 啊 所以 就是这样 还好我没有放弃 听完了陈玉康的解释 你还觉得哦 绘本只是一本 单纯的儿童读物吗 其实绘本的本质 就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之间 思想碰撞 所产生的作品 而文字当中 没有说出来的部分 艺术家都能将它们 变成图画 让读者用想象的方式 在脑海中 阅读绘本所要表达的内容 所以每个人阅读绘本后 所理解的内容 都可能不太一样哦 我们再看看陈玉康 他在艺术这条路上 从来都不会硬生生的去定位自己 他不一定是唱画家 也不一定是室内设计师 其实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哦 只有跳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 你才能真正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下次你到书店买书的时候 不妨多留意一下绘本这类型的书 不晓得老八老妈有没有购买过 或曾经看过哪些有趣的绘本呢? 欢迎各位老八老妈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